他从来不信任我 天天放我的手机 我和发小联系 他就老怀疑 平常呢也老和我吵架 说对我的事也不上心 整个人都幼稚的不行 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明知道我介意 他还每天和别的男生聊微信 在我面前也不避险 我为了他从老家来辞职陪他 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就不能多理解理解我 站在我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颜先生20岁 来自黑龙江司机 女嘉宾刘女士22岁 来自黑龙江护士 欢迎两位 这个 你好 好好好 谈恋爱谈了有多久啊 七个月了 才谈了七个月啊 对 怎么谈着谈着谈到这儿来了呢 就是我觉得吧 就是他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然后对我也不是很好 尤其就是小心眼 让我就是比较接受不了 就是有一次吧 就是我一个发小给我打电话 就我们俩好久不联系了 从小玩到大的 他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问候一下 想问我现在工作怎么样了 生活怎么样 结果呢 他就在旁边 就语气特别怪 就问我 说这男的是谁啊 然后我就行色挂了电话之后 我再跟他解释 结果挂了电话之后 他就对我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就直接质问我 说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是谁 我有跟他解释 我说那个 我说他是我发小 我俩从小玩到大的 结果你怎么对我的 你要求我 必须把他删了 必须把他微信删除 电话拉黑 就不允许我联系了 更过分的是什么呢 后来我这个发小 给我打电话 他直接把电话 就抢过去了 然后他就跟人家说 你给我对象打电话 干什么呀 那个你是不是有病 就直接开骂了 就是语气啊 和说话方式 特别特别过分 就让我特别特别难看 我感觉你跟这个 异性朋友啊 不是一般的朋友 你有什么事 我是你的相 你跟我说行 你别要跟他说啊 那我在旁边呢 那我不在旁边 人家说啥啊 我俩能说什么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多了 我俩能说什么呀 那你是限制他 只跟这个发小联系 还是跟所有的异性朋友 所有异性 所有异性 对 之后因为这事 跟我到离家出走 我怎么找都找不着你了 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后来呢 终于打了十多个电话 接了 接了之后告诉我 你必须给我道歉 你必须就不能 跟他联系 断绝联系 那我就是不想 跟你俩联系 我就不喜欢 你跟这个异性朋友联系 我就是觉得吧 咱俩在一起 就是感情的问题挺多的 然后呢 我也就是想跟 就是想跟我这个朋友 就是算是诉说一下的吧 也是想让他 帮我出出主意 你说你不觉得 就是你管我 管得特别严 就是让我一点 自由都没有吗 有一次吧 就是我正跟我 这个朋友语音呢 他就把一通电话 说话呢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发语音 为啥占线 你必须马上 给我截图发过来 那你截图 你截的是谁 你截的是你爸 和你爸留下纪录 后来我看你手机 跟你爸 根本就没有聊过天 是你跟那个朋友 你一行朋友聊过天 你是心里有鬼啊 不告诉我啊 为啥欺骗我啊 我就是觉得 我人生一点 自由都没有 而且你本身 就是小心眼啊 你说我俩本身 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就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说我才 就是跟你说 那是我和我爸的 两天记住 我这么果然 你还这样啊 那我跟我闺蜜呢 跟女生出去逛街 这她也管 你说我俩 两个小姐妹之间 在一起吧 就是逛过街 出去喝喝奶茶 我觉得挺开心的一件事 你倒好 发一个视频不够 还需要再发第二个 就是恨不得说 三分钟发一个 三分钟发一个 让我以后 还今后怎么社交 跟他们 谁都不学习联系了 只能为 让你团团钻呗 我不在乎你 我能这样吗 管着我 主持人 你知道离谱到什么程度吗 就是微信好友 多少个人 她都了如指掌 多一个少一个 那都不行 必须经过她同意 然后那个最后 终于查出来了 多那个人 是啥 就是个卖手链的 是个女的 因为这事 跟我让了半天 然后她不光是 管着我这些 她就是连我穿什么衣服 都需要管着我 那你说天气热了 有的时候 那女生都爱美 穿个短裤 穿个裙子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在她看来 但是不行的 她那帮朋友 也是如此 有一次 我跟她出去吃饭 还有她那帮朋友 那么朋友 就特别过分 跟她说 说你对象腿挺白呀 那我朋友是开玩笑 她不开玩笑 她怎么会这么说 再说了 别说你平常那么穿 就算咱俩出去玩 你也是这么穿 穿个特别暴露的裤子 那怎么呢 你恨不得别的男的 丑你两眼 我觉得吧 穿什么 那是我的自由 你是跟我出去玩去了 还是让别人瞅去了 我觉得穿什么 那是我的自由 但是你朋友那么说我 那就是不行 就是不尊重我 但是你呢 你怎么做的 她是开玩笑 我能怎么说 你不是明摆的 看不上我朋友吗 你说你们在一起 有什么好 天天在一起 那就是狐朋狗友 一天到晚就是 除了你喝酒 还会干啥你们 这是我自己 没有点社交吗 我在工作已经很累了 我可以跟他们聊聊天 一起吃吃饭 说点我那个心里憋屈的话 那我吃饭 不都带上你了吗 你不说带上我还好点 一说带上我 我更生气 你说本身 我上一天班就挺累的了 你天天跟你那帮朋友 喝到一两点钟 我还得陪着 那第二天我还需要工作呢 别人都带着对象 那我咋的 咋的出对象 跟美术一样吗 你要是说 跟人家是正常社交 咱们俩说说 就是偶尔去一次 你们是怎么的 一星期七天 恨不得五天都在聚会 都在喝酒 我觉得生活中 我上班很累了 我想放松放松 自己 放松 除了喝酒 就打游戏要不就 你说下班了 我就行 有的时候咱俩就是聊聊天 聊聊工作上事 聊聊生活上事 我觉得挺开心的 你呢 你要不就带着我 跟你的烹 那帮胡烹合友出去喝酒 要不然就打游戏 我打游戏 我是我下班 我想用自己的空间时间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而且你一下班 就会给我发短信 发微信 说你那些领导 说你各种委屈 合着 你拿我当你的出气筒 那你说我一个女孩子 我心里委屈 我不跟你说 我跟谁说呀 那你说的那些事吧 我都不是特别喜欢听 那我下班就这么点时间 我就听你跟我说的那些 你对我出气话吧 行行 女生大概是 你出去交集的面子吧 又是护士 长得也还不错 小姐姐大长腿 因为我朋友都带着对象 你说我 我问你是还是不是 是吧 所以它是两个功能 是你出去应酬的时候 需要给你撑台面 对吧 可以这么说 你回家打游戏的时候 需要不烦你 对吧 你需要管理它的时候 它出现 你不需要管理的时候 它不能发声 是这样吧 就是我累 我打游戏 我累 我喝酒 女朋友 不能跟别的男生在一起交往 交往就有问题 这是你的想法 我感觉玩游戏喝酒 是我生活解压的一种方式 对 那交女朋友呢 是为了陪伴 陪伴 是为了她陪伴你 还是你陪伴她 她陪伴我 陪伴我 她陪伴你看 所以她的世界里只有我 不仅是这些毛病 她还对我就是特别特别口 她对朋友特别能装大方 对我呢 就是就会跟我在一起 就会哭球 就装球 你说吧 就是我有的时候 我想买一点贵点的就是东西 我就跟她说 她就跟我说 我过段时间给你买 过段时间给我买 到最后也没给我买 你就是敷衍我 那合着 我给你买那二三百块钱的口红 我给你买多少个 你用过吗 七八块钱的香水 你才能入你眼吧 你才能用吧 我不是说奢求多贵的礼物 我就是觉得 就是咱送礼物的时候 能不能走一点些 那我送你了 你用过吗 你送什么呀 你就会图省事 要不就转个红包 二百块钱上线了 就图省事拉倒了 要不然呢 就从网上订书鲜花 要不然就从网上 就从网上网告这个口红 那谁都能做到 我觉得一点心意都没有 你说不是在乎多少钱 我就觉得哪怕说是 你花心思 为我去准备一份礼物 我觉得这我都足够了 还有我512护士节的时候 我觉得吧 这个节日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但是当天呢 你是什么表示 你什么表示都没有 我身边的同事 我的朋友 就朋友圈里 全都是晒的礼物 晒的男朋友 我就觉得我挺没面子的 而且就是我跟你也说过 你什么表示都没有 因为我从来没过过 你说的这个故事节 我从小到大都没过过 说明我在你心里 还是没有分量 那最可气是什么呀 我手机坏了 我想说换个新手机 我也没说奢求你 像我闺蜜和她男朋友 刚出对象的时候 人家就给人家 换了个新型号手机 我是因为手机坏了 我就想换个新手机 你呢 我没把我新买的手机给你啊 你就非要超上买新的 但我刚买的新手机 本来手里也不富裕 你要出去借钱买 我感觉你这个是特别物质 你知道吗 我不觉得说换一个手机 换一个新手机 这就是物质 不不不 蓝一句啊 为什么你的手机坏了 不是自己花钱去买呢 这个就一定要男朋友买吗 但也不是 就是因为他一直对我的态度 就是都挺抠的 我感觉你太攀米了 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 因为这个手机就有我物质 我就觉得 我不可以理 我不觉得说换一个手机就有物质 而且我感觉 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就是我的生活水平 就是已经就是下降到一定程度 就我以前都没有这样过 我现在就因为买了几百块银口红 我都心疼 就感觉大不如从前了 为啥呀 就过得没有以前自在了 那以前为啥过得自在 现在谈了来反而不自在了呢 因为以前我自己一个人 我就想着买什么买什么 他也不会 也没有人限制我 那你省下的钱 你花在我身上了吗 奶奶出去旅游 吃饭 不是我张张的 奶奶不是我请你的 你在我身上花了什么钱了 你是觉得咱俩出界 就是大强如雨花着 小强就是 他就不当回事了 你小强 请我吃个麻辣烫 请我吃个米片 是这个小强吗 那我觉得小强加起来 他也挺多的 而且本身我因为 工资也不是我很多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是那个 我觉得你们俩差距还真的挺大的 通过我朋友 我朋友叫我去 就是介绍出去聚会 然后介绍认识的 就是你们觉得 彼此为对方做的最大的努力 为这段感情做的最大的努力 或者最大的付出是什么 每人说一件事好不好 我感觉最大的付出 就是包容你 就是你跟你那些 异性朋友聊天之类的 我能做到这儿 都已经不错了 很不错了 不是 他跟他异性朋友聊天 到底聊到什么程度 就说我坏话 就是咱俩我俩 就是我吵架了吗 他就跟他异性朋友说 说我皮特别不好 说我不惯着他 这就过分 女生呢 我觉得就是他 就是这么看着我 我还能迁就 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我付出 我做的让步已经挺多的了 行的 再给对方做一个评价好不好 彼此评价一下对方好吗 你觉得男生是 他幼稚 特别幼稚 脸都不成熟 就这些表现全都是因为幼稚 女生呢 就是有点太物质了吧 物质 行 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 就是我就想让他成熟一点 我以为是来分手的 只是让他成熟是吧 对 你总是说拿我 让我改变 说我幼稚 那你就是幼稚 你明白我幼稚在哪儿啊 欺骗我 因为刚开始就是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告诉我 他比我小 我根本也不知道 因为我爸一直就是想找一个 就是比我年龄大一点 成熟一点 能照顾我的 那时候刚在你期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也挺成熟的 因为妈 他那个就是下雨了 他还直到去接我 给我带把伞 天冷了 还照给我添件衣服 没事还会给我做个饭 你现在就不是了 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 你就是幼稚都暴露出来了 你跟我年龄出的相 还是跟我出的相呢 我就是觉得你不如以前了 你根本就不如以前的你了 那我是不是从家里 老家放心工作 我来到哈尔滨陪你 我有时间去你家 给你做点饭 熟食熟食屋吧 买点零食给你吃 那我做的一些也不够吗 还不是付出吗 你刚才说 从老家到哈尔滨 放弃工作来陪他 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老家 我得就是我家 我的工作都不要了 来到哈尔滨 来过来就因为陪他 我来到哈尔滨的 老家是哪儿的呀 老家是赫港的 赫港发展的空间更大 还是哈尔滨发展的空间更大 我感觉得家里吧 因为有亲近朋友的 安稳 对安稳 就是需要帮忙 这也成了 小伙子可以用来 说一笔的付出 他就每次吵架 就拿这个当筹码 就觉得说 我为你付出了怎么怎么样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我为你来到这 你不就为我付出这个 你还为我付出什么 而且我也没逼过他来这儿 我也没逼他 那我不是为了 咱俩的感情吗 为咱俩的爱情 我找小子才来的吗 你来是希望老师帮助 让他成熟一些 是这意思吗 不是分手 也不是 我就主要看他态度 他什么意思 大家都说 就还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在一起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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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你来干嘛的呀 我来也是为了 邪乎我俩的感情嘛 这个 你看跟异性保持 不恰当的距离 是他 对吧 对 有物质 对吧 对 还不理解你 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呢 因为我感觉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嘛 多长时间 七个月 那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感觉 我感觉我们现在年轻 现在就是一个青春很少 青春很快就过去了 我就想珍惜这个青春 跟他好好在一起 这是你们珍惜青春的方式 对 那我理解了 那个你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帮你们做分析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真的是特别佩服你啊 就是你 扇东西闹 然后就差哭了是吧 然后还离家出走 你老是说 我在乎你啊 我在乎你 什么叫在乎 如果我在乎你 我关心的是 你开心不开心 对不对 他所做的 所有对你的事 都是让你不开心 让我开心 哪有人说 把所有的一心朋友 全部摒弃的 那还有没有生活了 哪有说 女朋友第二天要上班 晚上非要陪我 陪酒陪到凌晨一点的 再有面子 陪一下就行了 所以他心里哪有你啊 他的心里全部都是他 然后你把他控制的 死死的牢牢的 对吧 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还打着在乎的名号 天哪 我都真的觉得 浑身发抖 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男的 能把醋吃的 海水滔天的 然后把爱说的 义正词严的 最后全部都是 自己的小九九 我也觉得 替你感到可悲啊 你选人的眼光 也真的是 有一种水平 我觉得你要想一想 谢谢历总 来 沙达老师 你们俩 在台上这么长时间 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辩论这个钱的问题 都在掰式这个钱的问题 你应该不是一个物质的女生 但是你这样站在台上 谈钱 来评价他对你的爱 甚至举出了 自己闺蜜的男朋友 如何如何 这样的方式 不讨喜 凭什么你手机坏了 男朋友一定要给你买 你也有工作 你也挣钱 花多少钱 不能看出一个人 有多爱你 但是花钱的态度是可以 没问题 这句话是对的 可是也不能仅凭花钱的态度 来评判 他是否爱你啊 你有手有脚 自己挣钱 手机坏了 自己去换 想买什么买什么 怎么就成了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 你的生活直线水平下降了呢 你如果那么被他所控制的话 你失去了自己啊 在这段恋情当中 那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怨谁呀 所以女人最可悲的 不是年花老去 就是在感情当中 迷失自己还不自知 然后男生 你非常非常地双标 非常非常地自私 也不招人喜欢 你哥们说他腿白 就是开玩笑是吗 我感觉应该有朋友嘛 你朋友就都是好人是吗 记住很长时间吧 你朋友就可以 不尊重你自己女朋友 说你女朋友腿真白呀 所以你凡事也是 双标的标准来对待他的 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以我自己的这个出发点 我的感受为出发点 我也不考虑对方怎么样 女生是这样 我有一蓝颜之急 男生是这样 我有一帮胡伯伯友的兄弟 反正天天就喝酒 所以各自顾 各自地感受的恋情 是谈不下去的 就说这么多 你们好自为之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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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伯鸿兄 你看才谈了七个月的恋爱 却比人家七年滋养的 婚姻的矛盾还要多 刚才你也说 他不但要查看你的手机 而且还让你截图 自证清白 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怎么还敢 让他给你买手机呢 如果他给你买手机 那以后他查 查得理所当然 这个手机我买 你想过没有 男生呢 你总是以我在乎你为名 然后呢 行控制之实 你在这场恋爱当中 虽然时间不长 但你的特质明显 自私自我加不自信 因为不自信 所以我想去控制 但是控制呢 你又没有控制的能力和资本 恋爱当中 我认为控制别人 这样的爱情 一定会摔得稀里哗啦的 如果继续走下去 会不会有下一个七个月 真的很难说 很难说 谢谢伯红雄 来 李娜老师 你们一定不会有下一个七个月 因为男孩还是想继续控制他 女孩其实是已经被控制了一段时间了 但开始反抗了 其实当一个人 有极度的控制欲的时候 就像刚刚余老师用的那三个词 其实就是自私 自卑和极度自我 你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再说的容易理解一点吧 你想控制他 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对 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还是你之前人生经历 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感觉还是他做了什么嘛 男孩一上场了以后 让我感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 就是心眼怎么这么小啊 心眼比真鼻子还小 我真的很少听到一个男人碎碎念 我为了你 我为了你 我们赵川老师以前在节目里头也讲过 说是为了女孩怎么样 他用的词叫仗剑走天涯 说我们那时候能够有这一份心 我们愿意为了谁仗剑走天涯 但是你呢 你是满心的委屈 我为了你我都到了哈尔滨 我为了你我把家乡的这一些都不要 怨妇都不可爱 何况一个怨妇 一个不可爱的男生 还在随时随地控制你 当你有了反抗的苗头 很可能不出一个月就要把他踹了 今天来到爱宝的舞台上 估计是想踹了他吧 是啊 那我就不用再多说了 祝你成功 谢谢弥娜老师 你听了四位老师讲话了 听到了 听到了 你能够总结一下吗 怎么说呢 我的缺点也挺多 他缺点也不少 非要带上他的缺点也不少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怎么也踩别人一脚 我就说一个我最深的感触了 什么都说了 我说不要把无知当成一种个性 一个人只要心存阳光 一辈子都有青春 容颜上的青春是很易失去 但是你内心的力量的青春 怎么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啊 反而是越来越青春勃发呀 具有张力呀 所以你现在的青春是什么 闲着没事看别人的手机 闲的话 看他跟哪个男人交往了 最细思极恐的是什么 手机微信里有多少个联系人 家没家每天都看 这事就 这是一个二十岁年轻人该干的事吗 你的青春真短 你的青春已经话句号了 已经没有了 因为青春是活力 青春是燃烧 青春是不计后果的付出 你一样都没有 谈恋爱这事 我建议你放放 你还没长大呢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现在的女生 经常会用钱来衡量 一个男人是否爱她 我后来终于想明白了 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 因为除了用钱衡量 这段情感里再也找不出 可值得衡量的东西了 所以你们这段爱情 只有七个月 我觉得挺好的 谢谢你们信任我们来到了这 不要彼此再耽误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增强免疫力 状态天动力 汤城备荐蛋白粉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增强免疫力 状态天动力 汤城备荐蛋白粉提醒您 精彩马上回来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你到底现在什么意思啊 那你能不能成熟点 以后把你这些毛病都改一改啊 我感觉我的毛病是有 我可以慢慢改掉 那你的毛病怎么改改 这就是你想和好的态度 让我改毛病啊 这就是你求和好的态度是吗 那我觉得就是 我应该真的好好考虑考虑 咱俩彼此今后的关系了 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天使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育站的 抖音官方号添加关注 每周四晚八点到十点 以及每月十四号晚间 七点到十点 我们都会开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将在线 与大家互动 解答您的情感困惑 如果你愿意跟他们连麦的话 请私信我们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 咨询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看 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开门 说你心里最想说的话 我没想到他出不来 反正呢 我做得也不是很好 希望以后回去 再跟他联系联系 谢谢您的分享 来 请回